哈囉大家 我們今天一樣有兩台磨豆機 因為這其中一台 我明天就要把它還回去了 我今天拍的時間是 禮拜天12月4號 明天要繳房租 我記得很清楚 然後 昨天的影片 有朋友在問說 如果把這個 這台本來是紅黑配色 那如果說把這台 這台紅黑配色 跟這台金色配色 你把它對調的話 它會變成怎樣 那我剛剛已經把它對調完了 那其實 你要對調的方式也是非常簡單 就是你把這些東西都拆下來 因為它全部都是算 這種算什麼 模組化的設計 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 你就把它 拆下來 然後放過去這樣 其實 甚至都不用去動到 你的研磨的核心的刻度 我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有了 就是 本來不太想要理那些 說想要換色的觀眾 但是 就無聊嘛 就換了一下 然後就換的過程之中 其實 我覺得 這一台的設計真的是還不錯 就是如果今天 萬一今天 你有什麼東西壞了 你有什麼零件壞了之後 你甚至直接跟原廠買一個 買一個東西回來就好了 你就可以裝上去 然後你就不用在那邊 還要送回去 然後還要做什麼的 那最重要的研磨的中心這個 這個算是磨豆機的核心 這個東西 就算它壞了 你直接跟原廠買一個回來 然後你也不用說買整台 整台磨豆機的價格 其實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 現在大家都很喜歡 送修自己的磨豆機 我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以前我們的磨豆機 就是用很久 然後唯一要換的東西 就是刀盤 可是現在隨著大家 網路上的影片 越看越多 然後就會覺得說 我的磨豆機是不是壞掉了 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開始懷疑自己 當你開始懷疑自己的時候 你下一杯煮的咖啡 一定會變得不好喝 這是我們的經驗啦 但是 能夠讓 大家願意拿錢出來 然後跟廠商買新的零件 我個人也是樂觀習成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 就來 反正 攝影機都開了 咖啡機都開了 我們還是來煮一杯 然後先講一下 其實 我個人覺得這樣換過來 它會變成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風格 就是 有一些人不喜歡紅黑配色的話 這個風格其實是還蠻漂亮的 就是擺脫它原本比較 單一顏色的那種外觀形象 然後變成說 你會有一個跳色的感覺 所以其實 我不知道 廠商會不會之後就出一個 出一個讓你 可以自由選配各個零件的顏色的 比如說像是機身 機身的顏色你就把它開一個價錢 香檳精一個顏色 黑色一個顏色 然後開始就是讓消費者自己去選 你這個漏斗要什麼顏色 這個核心要什麼顏色 這個底下這個漏斗要什麼顏色 然後粉杯 說不定可以讓消費者配出一些 蠻有趣的組合 可是 我可以預想到的一件事就是 應該會有人啊 應該會有人買了之後 收到貨發現 他自己想要的顏色 突然之間 又沒那麼喜歡了 然後又要找廠商換貨了 我在猜 這個可能性會有 所以廠商 還是不要找自己麻煩好了 因為現在 消費者其實 我不是說你們喔 我是說有些消費者真的是 超煩 好那我們 一樣喔 稍微抓個 進出的比例 現在是歸零 然後 噴個水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現在的 消費者 因為 有了 Google的評論 有了那個蝦皮的 反饋評論 其實現在 蠻多啦 蠻多 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消費者問題 好 磨完了齁 那我們把它拿過來看 大概17.8 多了一點點 不知道是噴水還是殘粉 然後 如果你在用慢轉速的磨豆機 烘一些淺烘的豆子的時候 磨淺烘的豆子的時候 你可能會發現裡面有一些比較大片的銀皮 這個是正常的 就是 我個人是有看到啦 在表面的我會把它夾出來 那 我個人覺得 你如果在 布粉的時候 用針狀布粉 然後 研磨的均勻度是OK的話 我是覺得 不一定要全部夾出來 它一定會有影響 因為銀皮 在你的粉餅裡面 它多多少少會去改變水的那個流動方向 可是 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好 我們來認真 布一下粉 好不好 然後 我發現前一陣子有人在問 就是傳訊息到我們店的粉絲專頁在問 就是影片裡面 我用的 布粉針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我自己進的 我自己用了之後覺得好用 我有進了一些回來放在我的商城 就是網路 網路商店上 官網 然後 如果你在問的是另外這個 這個 這個就沒有賣了 對不到這樣 算了 反正就是這一根 這一根它就沒有賣了 這個是Picopresso裡面送的 看到一個很大片的 銀皮 把它夾出來 看到就夾了 這個東西如果你用高轉速的磨豆機 就不會出現 對 這個就是 高轉速的磨豆機 可能它在研磨的時候 因為 不管是離心力 也不是離心力 離心力其實是不存在的 你知道嗎 我記得 國中還高中的時候都有教過 離心力這個東西在物理上是不存在的 好 不管 不要講物理 講了又有點不爽 好 然後 壓一下 我現在真的覺得這個接粉環 是我目前用過最好用的接粉環 就是這個 這個 之前買300塊的NELZA 我覺得大家可以 可以 當地一個入手的器材 對 因為在台灣這邊 你300塊就可以買得到 然後 它是外卡的 然後可以直接填壓 喔對 可是 我前幾天買了一個 它的53的 就是想要店裡的那一台用 然後53的我發現是不能用的 53上去它太小 放不上去 所以 我目前測試只有58的是 我覺得合用 然後53上去 就會在那邊晃來晃去 吸不住 所以53的我不敢保證 我不敢保證它是給什麼用的 但是58的我真的覺得超好用 OK 流速有一點稍微偏快 沒關係 反正銀色的 就是金色的這個 明天要還回去了 明天要把它打包寄回去 所以趁現在趕快來拍一個 再蹭一個影片 對 OK 然後今天喝的是 蘿布的配方 齁 就是我店裡自己的蘿布配方 可是 因為它的 它的 欸 我剛剛是用 我剛剛是用什麼 這一包吧 齁 這一包 對 就是它這邊寫 老闆娘是寫10月19 可是因為蘿布的配方 通常都是 多的 我如果有喝到的話 通常都是烘 烘出來 然後有多的 慢慢累積 所以我在猜 這應該是10月19 就是那一個禮拜 齁 那一個星期裡面 就 收集而來的 咖啡豆 齁 然後 沒關係 那蘿布配方 其實我個人 比較建議大家 要放久一點再喝 讓它稍微 呃 發展一下 然後讓它裡面 稍微排氣一下 因為 我之前 有時候 喝到一些 進口的 就是義大利進口的 豆子 其實 你只要不開封 然後保存的狀況 是ok的話 其實你拿到 就算三個月的豆子 一開起來 馬上充足 我個人覺得它排氣 還是沒有排完 所以 我後來都建議大家 就是 豆子的話 你就是大概 尤其是烘越淺的豆子 你要放越久 所以 我的蘿布配方 我自己在喝喔 我都是喝那種 大概放了一個月以上 那最好的狀況 就是兩個月 只是 我們之前 第一次賣蘿布的配方 在 手沖的那個 比較適合手沖的 那個版本的時候 其實我在 商品頁上 是寫了15天 是因為 我覺得如果我在商品頁上 請大家放兩個月 很多人會一時之間 沒有辦法接受那個落差嘛 就是 怎麼會有自烘咖啡店 希望你把豆子放那麼久 所以我就先抓一個15天 讓大家比較好接受 對 那 我個人是覺得 讓裡面的 排氣的效果 比較弱一點之後 你在萃取 會比較好萃取 因為你沖的時候 不管是手沖 還是意識 你都會 先給它大量的熱能 然後它裡面的空氣 會膨脹嘛 它膨脹的過程之中 尤其是像意識 它沒有 它沒有悶蒸的時間那麼久 所以它膨脹的時候 你會把 就是想要 穿進它孔洞的水 再推出來 那可能就會 多多少少造成一些 萃取上的不足 就本來它要穿過孔洞了 可是因為被推出來之後 它往旁邊繞過去 那這樣子你就只能 萃取到咖啡豆裡面的 一部分的物質 那 再加上你可能 比較喜歡做 18公克萃取 36公克這種 比較新的一些觀念 萃取比較前段 所以你到最後 因為你的萃取不足 再加上你萃取的是 比較前段的味道 你可能比較 少去萃出到 比較飽滿的那個部分 就是甜度啊 厚實度那個部分 所以在這樣的比較之下 你的厚實度的部分縮小了 然後你前面的酸味提升了 你喝起來就會覺得很酸 那這個是有可能是因為 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 它豆子本身 就是酸質比較多 那 第二個原因就是 因為你的豆子太新 然後你的萃取 是太前段的 萃取不足的狀況 所以 一般來說 我們需要的是 一個平衡的萃取 就是你前段跟中段 是要互相 互相是一個平衡的狀況 你喝起來才會有那種 酸甜的那種 香香的味道 而不是酸酸的 然後就沒有什麼 其他的味道 OK 然後 這個我覺得 還是有一點放不太夠 這個應該是 它寫的是 10月19 還不行 我覺得還要再放 還要再放 因為我自己測試的 蘿布的配方 不應該是這麼酸的 還是說 它 它連這個 這個蘿布配方的字 也是寫假的 我就不知道了 我剛剛也沒有仔細的去看 它豆子的內容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因為我今天其實最主要 只是想要 就回應一下我們那個 上一個影片的網友 因為 它就是說它想要看這個 互換 可是 我們 Youtube留言裡面 是沒有辦法 貼照片的嘛 所以只好再 拍一個廢片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兩台 如果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它們全系列 各買一台 然後每天都可以在那邊 換不同的顏色 其實也是滿開心的 你開心 我開心 廠商也開心 這樣很好 好那 沒意外的話 明天 明天就會少一台磨豆機 好不好 那我們就 看看接下來 有什麼磨豆機 會來 取代它的位置 我這邊要變成一個 那個殘酷舞台 就是讓所有的磨豆機 都 回來這邊 然後慢慢的 慢慢的淘汰一些 那 我目前的選擇就是 追刀 我使用FamoBook 然後平刀 我用Single Dose 就是比較適合 家裡面這種 萃取 這種充足的情境 比較 可以單份的去使用 然後 研磨效果也非常好的 磨豆機 對 平刀 最近大家好像都比較喜歡做追刀 因為追刀簡單嘛 平刀就比較難搞一點 所以平刀到目前為止 沒有 沒有磨豆機是可以 我自己的喜好 以我自己的喜好 沒有磨豆機是可以 打敗那個Single Dose 在我心中的地位 對 那 我們就再等 繼續等 等看看之後 有什麼可以打敗他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下次見 拜拜